黄经理 哎呀大哥 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吧 这帮这帮社会 这是流氓啊这是哪的 咱家一开门就把咱家做满了 眼瞅就来捣乱的 我上前说话都不就搭理我 俩一桌俩一桌 自己拿酒就起拿西油就起 这这这这这 加戴一瞅 马三讲话 哎 老黄啊 这都是我兄弟啊 带哥的小老弟啊 哎带哥来来来 这这这这啊 包括林哥 八几个人找一桌 往这八灯一桌 老黄明白了 啊 是他妈家带找的呀 我说的嘛 这带哥不挺好 一个老板这整的 他不到找事啊老黄 啊带哥这这这这是哪出 啊马三讲话哪出个鸡吧 哪出 你赶紧那给你老板打电话 啊 你让那个张宝义赶紧滚回来 你告诉他 带哥跟林哥 在这等他呢 加戴家话呢 啊黄啊 给你那个老板打电话 让他回来啊 他没在家啊 啊 带哥他他他他他没在家 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你告诉他 加戴家呢 跟他谈的股权的事 啊 哎哎哎哎 这不嘛 拿电话 八八八八老黄 就打给张宝义 啊 宝义大哥的外名啊 因为他不管一个买卖 有很多买卖当年 电话就下 喂啊 我张宝义啊 老黄啊 哎 张宝出事了 出啥事了 咱家门口啊 来了这个一帮流氓 把咱家桌子全站满了 每人一桌 每人一桌 自带掃花生米 自己敢酒拿酒就喝 西瓜拿刀就切 咋的 流氓捣乱呢 报警没 没报警啊 那个家代代哥来了 啊 马三他们都来了 说说说是他们的影 啊 代哥让你回来 说说说说谈什么股权的事 张宝义听咯噔一下啊 家代来了 啊 行 我回去 好好好 张宝义讲话 家代不挺人意的吗 我他妈给他的股份 我要收回来 我也没咋得的 他整得书呢 赶紧往回走吧 张宝义开着车往回来 也开个大盆池啊 车很快来到酒吧门口 把车往那一停 宝义大哥下车了 哎 这股子啊 家代他们给他喝着酒 也没干啥啊 讲话 你没想砸他店 说实话 就想解决这个事啊 那废话不多说 张宝义一进门 哈哈哈哈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 家代呀老弟呀 我跟你说 你这终于回来了 我都想死你了 哎呀妈 像瘋狗似的什么 说我都想死你了 你这这这总也不回来 啊 家代呀 啊 今晚咱得好好喝点啊 老黄啊 去上点酒 让他挣那好酒 把那后面那个洋酒 拿出后办公室 那个酒 八五年的啊 那摩台拿出来 家代一瞅 别忙了 啊 黄哥啊 那个 我回来了 这不吗 林哥也在这呢 啊 咱们找个方便点地方吗 落落股全的事 啊 那个 上我办公室吧 啊 上我办公室了 啊 那走吧 上去办公室吧 这不家代跟二零 还有马三 江零 左算 他们一帮 跟着这个老板啊 张宝义就来到三楼的办公室了 往三楼的办公室一进 老黄都没进去啊 就他自己 进屋里 往那屋里一进啊 家代瞅着他 这时候家代他们就坐沙发 啊 那个 啊 家代呀 这这这这这 咋的了这是啊 啊 家代一瞅 一个啊 咱们落了股权的事吧 啊 你看 之前呢 我没想要你股权 但你非得找上门里了 啊 你跟我俩说这说那 啊 那最后我讲话了 公经不是从命 我要你这个股权 咱就算个股权的事吧 啊 既然说想让我签这个 转让股权的事 那咱们得谈条件的 啊 我算了一下我的股权 占的这个比例 啊 再算算这几个月啊 加一期总算分红等等 去了我兄弟签单呢 你知道吗呢 我不多要 你给我拿五百万 啊 然后给零哥拿二百万 这事就拉倒 一共七百 带哥啊 这事不是这么算的 这账啊 这这这这事 二零讲话 这带哥跟他客气啥呀 家代呀 就这逼人跟他客气 既然似破脸了 我就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 带哥拿五百万 给我拿二百万 这事拉几不倒 不难为你啊 你他妈这小 坏良心了 你知道不 不是 那个 二人啊 哎 你那股权转让 你都签字了 你免费 都给我还回来了 啊 要说代哥这边 还有点说道对话 那你这股权 是一点争议都没有 你都给我了 我操你嘛 我他妈签字咋的 就给你要了 啊 不是你咋这笔样的 哎 家代一瞅 别吵着别吵着 啊 你这样 这个 一个啊 通过这个 零哥认识着你 我家代的人吧 真不差这点钱 但你属实办事 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啊 我不想难为你 你这么得吧 呃 我再让一步 你给我拿二百 啊 给零哥拿二百 我俩的股份啊 一会儿给你签字 股份我也不要了 不想跟你来往了 不想跟你长太精 因为通过零哥认识的 但这事你属实做得了 太太太太一样 你觉得恶心了 知道不 拿四百万 这事就拉倒 我俩一二百 啊 之前我还分了二百来万 啊 我也算了 啊 就就就就 无所谓 我也不找你了 不是 加大眼 这个 有人说 那就给四百万得了呗 他不抠吗 这人不是有钱人 都大方的 我都讲过这个问题啊 啊 有多些人这样啊 啊 就咱们讲的哈尔滨 那大哥王文湘 差他妈的 那有都好几十亿的资产了 为了一千万 两千万的啊 故人杀人 最后犯事了 枪毙了 多怼啊 那有人说 我有几十个亿 就他们一千万的 账我硬可瞎了都行 那不就有想不开的 这笔就是这样事的人 他瞅瞅加带 说加大眼 这账可不是这么算的 啊 这个 你在深圳 我在北京 你说我这厂子 你也没出啥力 而且 就算刚开始 你给我打几个电话 啊 算办手艺书 行方便了 那咱也给你分红 分了二百万了 而且我这股份 是我免费给你们的 我是自愿免费给你们的 我收回来有毛病吗 啊 加大眼 啊 你说有毛病吗 是不是啊 啊 二零啊 我免费给你们的 我收回来有毛病吗 你看他把这话说的 还挺有道理啊 他整个啥免费收回来 他是他免费给加大眼 跟那个二零的啊 他说那我免费给你们的 我要回来有毛病吗 给加大他怼过 加大还真没说说啥 但这时候 人哥就不干了 别他妈放屁 免费给的 那是免费吗 我没帮你忙活吗 通打开业到一代 我帮你忙活多些事 还有 带哥是人在深圳 天天不能做班 带哥多大大哥呀 他妈任家东家带 能给你看厂子了呀 人家报个号 开业的时候给你捡个彩 就这个钱 就他妈值你的干股20% 你从开业到原代 没有一个同行找你麻烦 没有一个社会人砸你厂子 你不知道咋回事吗 如果没有带哥这个名气 给他挂着 你他妈能开到今天吗 你他妈开业一个礼拜 就得被砸 你知道不 二连说到点子上了 张宝义一瞅 你这 你这 你这有点 你这有点 家带讲话呢 我别的不说了啊 就这样 拿400万就了了 我也不想跟你这样 人搭搭搭搭的时间长了 然后我再说一遍啊 拿400万拿倒了 你要不拿钱的话 我不吓唬你啊 你别觉得我家带 他妈的笑的喝的 我不咬人 你从今天开始 你要是不拿钱啊 北京是黑白两道 你随便 我肯定让你关门 你要是现在把门关了 你搬到任何一家去开去 我不找你麻烦 因为啥 因为你在新开店 别人不知道是我家带照了 你现在已经用我家带的名了 啊 你用我家带名给这家开业 而且大伙都知道我家带照厂子 就这个名 就值这个钱 听明白没 都知道我家带照你厂子 就这个厂子啊 你可以关门 不给钱就关门 要不你就基本滚蛋 你重新开 要不三天之内 我就要你关门 现在眼后你笑啥呀 我笑啥 我笑你们这帮社会人啊 摇身一变 你们翻脸不应认的 要钱没有 啊 吹牛逼呢 还把我店给我整黄的 法治社会啊 你们整一个试试啊 你们你们今天吹牛逼 你们谁把我店整一个啊 关门 我我他们 我他们合理合法手艺都开了啊 我不欠谁不短谁的啊 给你们这点股份 我要回来也不行啊 你爱找那家店 我就告诉你啊 有能的你使下 你说啥 旁边林哥讲话 我操你妈 哎呀 林哥讲话了 你妈的 我不要钱 我抽口气 我就揍你 你这种逼人的 操你妈 马上讲话了 啊 大哥 不要钱揍他得了呗 夹带插二百嘛 夹带讲话 揍他 夹带一句话 左算江林 还有当时战书了啊 包括谁啊 包括屋里面的二人哥 包括马三 夹带都上手了 气得 这鼻子太不要脸了 大伙五个人上去 操 啪啪啪 大批脚啪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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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敢打我 哎 不行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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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鼻子也踢 出血了 牙踢掉两颗 牙踢走了 啊 打个枪啊 我也是打一个 给屋里面 给办公室里面给打了 啊 打不完了 夹带一白手 行了 啊 都说我夹带人意 好你们 我从来不办过恶事 但你这小子办事 太差事 啊 今天还是那句话 我他妈不要钱了 我他妈就揍你一顿 我他妈出出气也行 二点个假话 夹带 咋不要钱 咋打是打他的 该要钱要钱 算了 夹带把这二零啊 就给搂过来了 没啥呀 这就像很多社会人能看出来啊 在这一刻 如果换成梁巨东 操你吗 揍你还得给我尿钱 对不对 哎 夹带不一样 夹带一头 说毕竟啊 跟二零哥 啊 好过一回 就这个叫张宝义 说这个啊 毕竟这个 你没认识一回 算了 啊 咋没啥损失 认识人找个事 花钱认识人 他无所费点事 打他一打他 他那个笔样 这个钱 他抱着花 就把他没啥 你就记住了啊 就这种人品 他做啥 他做不大 咱走吧 别搭理他 跟这样的人 这不搭理他 宣传的闹心 二人讲话 这种逼人 我他妈认识你 我他妈后悔一辈子 啊 讲话呢 走吧 啊 啊 马三 跟夹带 瞅瞅 走 还行啊 就没咋地 把他 泡子全都搅揍一顿 这不夹带领着兄弟 一出门一摆手 走吧 走吧 马三 车吧 也没咋的电啊 老铁 众人出门 呼呼拉拉的 各回各家都走了 夹带一往回走 但老铁啊 夹带也往回走 但是夹带还没等到夹呢 就出事 说出啥事啊 这笔啊 叫啥 叫张宝一这笔 他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有愁必报 他为啥敢跟夹带叫板 就像我说 最开始他可能打听夹带 说的挺仁义啊 这笔挺身份 挺仁义的 挺有面子 结果他过时猜瞧了 一看夹带这小子 不堪肠不干啥的 就坏心眼 但是 给他打了 他可就不干了 他跟加带的财产差不多 他没有十个爷 都有七八个爷 这笔 不差钱 把他打完了 老黄进入了一筹 哎呀 经理啊 没事吧 经理 哎呀 扶起来 张宝一瞅瞅 你妈的 假的 二林子 你怎么敢打我 你出去吧 你出去吧 老板 又给你报警吧 他知道报警啊 未必能收拾了家带 在他心里明镜里 出去吧 出去吧 不用报警 你也收拾收拾尾上 啊 告诉他嘛 这碗正常营业 这笔财米一杠 这碗正常营业 底下的兄弟正常营业 那废话不多说 这时候啊 他拿起电话 把电话就拨出去 他打给谁来 他打给的并不是官方 打给的一个社会人 这社会人的 你说就像 就像每个城市都有这类的人群 他并不是一个多有名的大哥 但是你 他觉得这是个狠角色 觉得是个狠角色 电话就拨出去 哎呀 啊 我是马军委 谁啊 军委啊 我 啊 你一个 你保一大哥 哎呀 一个啊 咋的 有啥事啊 啊 有活了 原来没少他俩合作 可能干卧龙之事 听明白吗 说军委啊 你这么的 我新开的酒吧 你不来过一次吗 啊 我去过 你过来一趟 我早点有事 啊 你来吧 啊 啊 现在啊 啊 现在 好 我过去 谁别带 就自己来 哎 好嘞 哎 电话把灯就料了 电话马军委就来了嘛 开个街打也没啥钱 马军委把车停到门口 登登登就上楼了 上楼很顺利临 也见到了当时真书了 谁呀 哎 张宝义 一进屋一瞅 哎呦我操 一哥呀 这咋子上谁给打了 这是啊 这这这这这这 这鼻子也出血了 这还擦个伪生纸 那这牙 这眼睛 哎 俊伟啊 别提了 啊 妈了 背了 秋月 哎 电开眼 咋的了 哥 我一合计你找我就有事 俊伟啊 别的不说 我今天找你啊 有个大伙 你看你接不接 啥伙你说哥 啊 那个 家带任家宗 知道吗 任家宗家带 知道啊 那多具有名 那北京大哥呀 但我听说 他好像在深圳 他不知道在北京玩呀 没错 妈的 这个家带啊 还有个叫几班二零的 那是我一哥们 我这么跟你说 刚从我这家走 给我打了 给你打了 你个做商业的 怎么得罪家带的 那么社会人吗 妈的 就坑就坑在 我这个朋友二零身上 我先我做买卖 做个酒吧 啊 这酒吧投资三千多万 啊 我现在他妈的 我找两个人啊 合作合作 我扶着扶着他们 啊 说家带挺文明的 这里面流氓 就这B2 他他妈的 翻脸不认人 这二零啊 跟这个家带 他俩相 我给他俩的股份 给的少了 哎 他肯定撒个谎 他不能说他不讲 说一个给10% 一个给20% 这他妈看我挣点钱 眼红了 跟我要股份 卧槽 那怎么吃这样人呢 啊 这流氓 别说了就 家带你也吃到 啥样人 这会你敢不敢敢 擦你妈的 敢打我 两只胳膊 给他干舌 你说吧 多钱老弟 鸡了啊 有些人啊 不吃亏啊 就借着这股心 说得把腿 胳膊干舌 他两个 你说吧 老弟 多钱 你开价 这马俊伟 瞅瞅 这个张宝义 那个 一个 你看平常 咱俩合作 哎 你让我干点 这事干点那事的啊 哎 讲话 你前两年 你贷款 让我干那个 啊 那贷款的那个 管那个 那个新贷 那个科长 那我把他腿打折 那后来他妈的 那个科长下去了啊 确实给你管贷上 这都是 这事好干 这家带 这该北京 那是大哥起的 我要把他干了 我他他妈的 我在北京不用呆了 啊 把他胳膊腿打死了 这打折了 跟他妈打死 有啥区别呀 那家带兄弟 肯定他妈的 玩命找我 北京都带不了 包括我兄弟 啊 别废话 你说多少钱 你就干就完了 啊 多少钱你接 这马俊伟瞅瞅 多少钱啊 你这么呢 五十啊 五十不开玩笑呢 哥 还五十 多少钱 五百啊 对啊 五百万 啊 你别说 把马 把 别说 把这个家带的 胳膊打折 腿都打折他 想要他命都行 我他妈 直个啊 我把我家带干死之后 你妈 我领着兄弟 上外面逍遥法外去 我我我我直个啊 我这把家带干完 我在北京没个歹了 这别的不说啊 别说白道抓不抓我 那家带的兄弟 他妈抓我都受不了 五百万我直个 哎 我去了给兄弟 他妈 我能剩点 我最起码跑路够用了 老铁多门 五百万其实不多 五百万一口价 这他妈张宝一听 家带刚他妈 管我要四百 他新合计 操你妈 我拿五百 我干家带不疯了吗 不是 老弟 五百是不是太多点了 啊 你这五百这个价 不是 不多了 一个 我现在不吹牛逼 你打听打听 满北京城 你去找去干这活的 啊 就是干家带 干肚子 干八戒 这种大哥级的 五百万一点都不多 你不懂行情啊 我真是后半辈子 恨不得十年八年都回不来呀 可能别人都不敢接这活 就我胡了八戒 你也别说干涉他胳膊 直接把他打死 得鸡毛的了 真就把家带削死 哎 就完了 哎 因为打胳膊 跟这种削死没啥区别 我左手都是亡命天涯 就五百万 你就看行不行 张宝一瞅 老弟 谢长宝帅 你再多多少少便宜点 你这个价格 太贵了 我不想把家带弄死 你看他没想杀人 我不想弄死 就把他胳膊腿大 打折两条胳膊就行 大哥 打折胳膊跟他妈打死 他没啥区别 关键是在我这边看 啊 你 你就 最低少不了四百 四百万最低了 啊 四百万 你看行 咱就接这活 四百 你四百你准备打 咋要这钱呢 你先给我拿二百万现金吧 我把事办了 我跑路的时候 你再给我打二百 我不怕你赖我账 我知道你家 你媳妇你还还敢拿到 啊 讲话 我绝对给你保密 我该北京肯定待不了 我得跑啊 你给我拿二百 我干完这个事 三天之内 不用多 三天之内我干 干完之后我跑路 然后你把他钱给我打过来 四百 四百太多了 哥们 我不给你吹牛逼 你这 说不好听的 就他妈的 我花几十万 我想打他几个嘴巴子 还不行吗 你就给我给他骗回来 你给我控制住他 我打他几个嘴巴子 过过眼都行 我给你十万二十万 你还不行啊 哥们 啥 大哥 你这就有点 吃豆腐脑 逛摇子 该省省 该花花 你钱你不花 你还还想打家带 大哥 行了哥啊 我我合计合计 合计来合计去 我觉得把这个事把 这这这这 拉倒我不行啊 你去找别人吧 我不行我就走了 不是 哎 哥们 哎 我跟你说啊 你这五百太就不多了 四百五百的 你要三十二十 我合计合计 行了 啊 一哥 这事就这么的 啊 你这这这 你是真不想花钱 你这小子 你还办这事 你放心啊 这个事我也不跟你说出去 我给你保密 啊 但是啊 但是你你找别人干家带吧 我我干不了了 擦 哎 马俊伟当时转身走了 这笔走了就对了 他不走 他不出事了 马俊伟 假话 四百万五百万 他得合计合计 我怎么干 你他妈花 他妈 太扣了 这笔 是不是 老姐太扣了 这笔转身下楼开车走 他没干 这他一没干 这你妈的给张保义气的 张保义讲话 这个傻屁 张主要四五百万 他干啥呀 保安干 真他妈不如我家手下保安 保安 保安他妈都 保安干 老黄啊 哎 一个 你把那保安李壮给我叫进来 保安队长李壮叫进来 哎 有个保安队长姓李叫李壮 哎 到楼下 那个李壮啊 张主叫你去一趟 哎 李壮来了 网络一进 也知道刚才家在打人 打老板的事啊 也进来 瞅瞅 老板 老板 哎呀 李壮啊 这个 你现在工资开多少钱 我工资三千呢 啊 保安队长这个职务就是三千呢 保安一千五一个月 我三千 想不想多挣点钱 那当然想了 老板 我在北京我现在处女朋友啊 租房啥啥都是钱呢 这 你这么的 刚才 走了那个叫家带的 你知道他是干啥的吧 家带 那不北京大哥哥吗 那我 那我知道 最早那我 知道就好 他把我打了 啊 如果说 你要是能帮我出这口气 老弟 这钱 我应该花你们神 老板 那是北京大哥哥 我去干家带去 大哥 你不开玩笑 你们老板 我没那能力 怕啥呀 家带几个B班人 你看看 哪次来超过五个的吗 三四个人 啊 我也不把他家带咋地 我一会打电话 我给家带骗回来 你呢 领手下的保安 把他给我堵公里 啊 给我别住他 我上去 我揍他们一顿大嘴巴了 就行了 把家带别住 那倒是能别住 咱这保安 三四十呢 关键是大伙兄弟们 也都知道家带是社会人 眼睛 你这么点 我给你们拿十万块钱 啊 这十万块钱 你怎么分配我不管 啊 所有参与这个事的 你自己分配 十万 你干不干 十万 对 你是自己分五万的 大伙一人分五百 是分一千的 我不管你咋分 我给你拿十万 而且这事你帮我做完了 以后 你就跟我混 从下月开始 工资给你涨到五千 啊 干不干 金钱的诱惑啊 老铁啊 一九九九年 给十万 他得五万的话 底下大伙分五万 他剩五万 工资呢 还能他妈的 啊 加到五千 这老板就是 太口误了 是不 汪文香能比他能强点啊 差不多吧 保安队长 李壮业瞅 老板 那我干 那我干 干呢 能整明白不 没问题 咱兄弟们屋里面 钢管的搞把子也不少 他就四五个人 有啥变不住他 好 干嘛 出雅事我负责啊 这要设计小拍拍 设计这个大哥的 我负责啊 出去准备去吧 一会儿啊 我给他找了 你们给楼下瞅着点啊 他上来 你们就进来 哎 那我下去准备见老板 讲话了 拿电话 叭叭叭叭叭叭叭 就拨给谁了 拨给零哥了 喂 二零一瞅这么一 啊 咋的 啥意思 零啊 咱哥们这么多年了 认识得小二十年了 你说我大义对你啥样 你也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犯不上点事 不是 你他妈自己做啥事 你自己不知道 哎呀 你们刚才给我打了 给我打清醒了 我现在后劳毁了 你回来以后 我把大哥也找着 咱仨仨好好喝点唠了 咱还得是朋友 这股份的事吧 这都好严谅 我都后劳毁了 我跟你说 我他妈做人挺失败 你明白你错了 我错了 我跟你说 我这事什么办得老恶心了 我这后劳毁了 操 你这战争多少年了 你说你干这点 彼此干多等 要没有这事 能让家在揍你们 哎呀 别提了 你回来吧 回来再喝点 然后那个 我跟大哥也说一声 那行了 那我回去 喂 喂 带哥 我啊 张宝义 啥意思啊 带哥呀 你们刚才给我一顿打呀 给我打清醒了 啊 说实话 我他妈做人做事 我他妈有点太不讲 我不光喝猜桥吗 我不属于 啊 你那么的 带哥啊 你大人不及小人贵 我跟零哥也说完了 一会儿你也回来 咱仨喝点好好闹了 啊 我跟你们道过歉 股份的事咱都好说啊 就是我再给你拿点都行 想明白了 这事我跟你说啊 一个 我真没想到 因为零哥 我俩认识这么多年 通过零哥认识你 你能办出这事 哎呀 我这不一时糊涂吗 啊 这是受他们奸人挑 挑拨了 就变体了 啊 后劳毁了 你你你回来啊 家在哪行 他做这个事啊 说 你上医院没 伤怎么样了 刚才给你打的 哎呀 没事没事啊呀 哥们之间给两泡能咋的 我认了呀 无所谓的事 你回来啊 回来 我现在这个准备点酒 咱就好好闹了 啊 行 那这么呢 啊 那我往回赶 啊 二零过去 二零来 行 那好嘞 变发 八灯 家带也撂了 啊 家带能想到 擦你吗 北京一带大哥 他招保安要干他们 做梦他也想不到 但是老铁 这事情啊 在家带就干活这个 左帅 是左帅 找头吧 回酒吧 马上讲话干啥呀 老板 那个啥后悔了 啊呀 跟二人道歉了 说让我也回去 好好闹了 说喝点 一时糊涂 原来他得了 马上讲话 擦 擦了一笔 哎呀 打了他干啥 算了算了 毕竟是零个 他跑个回酒 这不往回走了 刚挑头往回走 啊 张某一心讲话了 假带 操你妈 你看来 我给你憋不憋着 揍不揍你嘴巴子 往回走不到五分钟 马上的电话响 马三一瞅 谁啊这是 喂 哎 是是是马三 是马三 是马月马三哥吗 啊 我是啊 你谁呀兄弟啊 没听出来呀 三哥 那个我是谁呢 我就是你那个崇拜者 用那个世界杯那话说 我是你的球迷啊 你是我球迷 你谁呀 你哥们没听出来 三哥 就就就是 我就是那个酒吧 那个张宝义 大哥酒吧那个保安队长 啊 我我我我 我叫李壮 之前我不就跟你说过吗 你来酒吧 我说我想跟你混热会 我想拜你为大哥 你这不收我呀 大哥 你说我不是那必要呢 大哥 啊 李壮 保安队长有点印象 好像是我喝多了 你看那个 你说这话 对 三哥 我心想拜你当大哥 三哥 拜不拜大哥的 不是 不是你混热会 你知道混热会 你砍过人吗 三哥 我有投名状 投名状 什么投名状 三哥 我知道啊 这个上凉山都得 投名状 我我我这么跟你说啊 那个三哥 你你跟代哥在一起 我跟代哥在一起呢 三哥 你把电话给给家代大哥 我跟家代说几句话啊 我跟代哥说几句话 我我我跟你说 我就就我这个事 手工一件 你肯定能守我当兄弟 哈 啊 带哥 家代啊 那谁 那个 那酒吧 那个保安队长 叫李转呢 就咱们那个酒吧 刚才那酒吧 那个保安队长 李转 啊 原来他妈要收 要让我收的当兄弟 我我我 没看好那小的 说打电话 说给你打个电话 说找你有事 说有个什么投名状 我也不明白咋个事 马三脑袋 马三脑袋简单烂了 家代一瞅 喂 你好兄弟 家代那个人 就是李贤下志啊 就特别客气 你好兄弟 我是任家总 哎呀 带哥 是你吗 带哥 啊 是我 我是任家总 家代 咋的呢 带哥 我咋的呢 我给他当保安队长 一月开三千块钱 刚才老板给我叫楼上去了 啊 叫楼上 老板说啥呢 老板说 啊 说把你跟那个零哥骗回来 然后要么组织保安 说给我十万块钱 啊 让我分配 说这二三十个保安呢 一会把你们别的屋里面 这老板要揍你们 要打你大嘴巴了 要过过瘾啊 怎么的 张宝一要骗我回去揍我去 对 啊 找找找我来 让我给保安组织一下子 大伙说他给分十万块钱 下月还要替我当保安队长 说给我涨到工资五千 说是说要揍你 大哥 但是哥 我得知道自己咋个事 刮风下雨不知道 我自己能不到自己半七八两吗 啊 带哥 别说你了 就三个我的老崇拜了 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神的 你说你这种英雄好汉 一代人一大哥 要是坏了我手里面 别说坏不坏你性命 就是让我跟你别的嘴巴 打你几个嘴巴的 我都于心不忍呢 我下半辈子 我还叫个人 我带哥 我跟你干嘛就没有可比性 我咋也不敢干这事啊 带哥 我明白了 谢谢你兄弟 不用谢啊 带哥 我就心想跟三哥混个社会 三哥也不收我 那次喝酒 三哥说我不成太批样 说我就适合干保安 干保安也分在哪干 兄弟 你这么的 你明天上午九点 上综艺表行报道 啊 我这个啊 说这么个 保安队长 你来摆摆车 啊 没啥事 给屋里面带着就行 门口有人接待一下 你越开一万 行不 哎呀 带哥 我就不开钱都行 带哥 我上你那样的 那不就属于入盲卡的 我跟北京仁义大哥 加单混成这会呢 那我 我还说啥 啊 我明天去报道去 对 你就装不知道 你也不用问张宝义 啊 也不用跟他说 啊 然后明天早上九点 到这个综艺表行找我 啊 我明天早上跟他等你 哎 谢谢带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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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嘞 电话一料 加单新讲话 你妈的这笔真损啊 操你妈不但不不不 不但啥还要揍 哎 马三 啊 瞅瞅 咋个意思 那笔他们要骗咱们回去 说找几个保安 要给咱们别的个揍咱们 那要是没有通知的事 二三十个保安真干 那你加单肯定干不会 废话不多说 加单拿电话 就给这二零 打过去 他就到酒吧了 零个都要进去了 啊 电话响 哎 哎 哎 小单 二零啊 你到哪了 哎 马上进酒吧 车停那 你别进入 啊 我跟你说 咋回事 咋的了 张宝义他妈那逼的 想骗咱俩回去 要保安给咱别的 要揍咱俩 啊 有这事 不是他刚才打电话 老诚恳了 痛苦流气的 说要回去给我道歉 还是你也来 去个屁也去 这笔脚太损了 你这么的 你回来 不是我进入揍的 你进入揍的 你再吃亏 他那屋还有服务生啥的呢 你回来吧 我让别人去 哎 那那那我那我先走啊 你先走吧 嗯 啊 我我我也不过去了 我让别人过去 我他妈打他 我怕他妈手脏 电话巴灯一撂 老铁夹带并没回去 夹带把这个电话 不给谁了 喂 高超啊 哎 带哥 在哪呢 带哥 我跟这帮小兄弟 吃烧烤呢 啊 吃烧烤呢 啊 你这么的 哎 酒吧老板 张某义知道吧 啊 知道吧 那个 张某义啊 说这个 呃 要把我骗过去 要他妈揍我 因为啥事呢 我跟他掰了 啊 然后那个 呃 我跟他掰完之后 这个他他妈刚才让我给揍了 这不吗 啊 骗我跟二零回去 要他妈揍我 我打他怕脏了我的手 啊 说高超啊 你过去一趟 你帮我叫一叫一 出口气 啊 哎 带哥 那我那我那我明白了 啊 啊 张某义要他妈 整保安要憋着你 要揍你 操你吗 我去给你除退口气 你去吧 嗯 你去吧 好嘞 嗯 电话八灯一料 家带没自己回去 派他的一个小老地儿 叫高超 这高超 给外面领着兄弟们正式烧烤 你多少人呢 十五六个人 啊 废话不多说 很快 这边这个张某义还不知道呢 啊 高超领着当时多少人十五六个 从这个地摊烧烤 哎 就往那边就去了 因为高超也想跟家带混热会 啊 终于有这个机会 练练少 没错 这不吗 这个 老板张某义在办公室啊 还跟这个底下保安还通了个话 注意点啊 一会儿家带他们快到了 啊 等他们这个 等他们来呀 啊 你们就上楼 把家伙事低了点冬业啊 对 给堵 好嘞 正说话呢 小脑瓜 扒 门开 高超 领时来个小脑瓜就进来了 老黄都认识他 包括保安都认识他 高超总来喝酒的吗 说 哎呀 这个高超你咋来了 高超一瞅 啊 黄哥 没事啊 那谁那个保一大哥 这个张总让我找他有点事 他找我 我上楼一趟啊 老黄也不知道找个事啊 老黄一瞅 高超来干啥的 那保安队长啊 就明白了 保安队长也没上去啊 这不嘛 高超领着十来个人 啊 上楼来 这屋里面张宝一坐在办公室 还等着要托他们揍架带呢 啊 门扒着腿 门着一推开 高超一进屋啊 这个张宝一瞅 哎呀 你你怎么来了你啊 等我代哥呢 啊 是不等我代哥呢 啊 设计呢 是不等我代哥 要揍我代哥 是不是啊 是不是你 不是 他还纳闷呢 他家带怎么知道 他没想到这个保安队长 给他出卖了啊 这时候 高超瞅瞅他 就你这逼样的啊 也想他妈揍代哥啊 你是那逼样的吗 一瞎不个领子 不是 哎 哎 你他妈敢动我 碰你妈的 啪就一电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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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敢打我 我打你 你妈的 啪啪啪啪 上去 丁刚的 人家十来个人打他 老铁 这张宝一 他们又被打一顿 打不完了 打过枪 哎呀 别打了 哎 你妈的 这时候高超瞅瞅啊 来 你妈的 跪下 跪下 给代哥打电话 给代哥认错啊 我给你个机会 听见没 跪下 哎 你妈的 你兔崽 你敢打我 我他妈 我他妈 你 高超 爸 把兜里面的枪 就掏出来了 高超也混这会儿啊 有枪啊 八把枪一掏 啊 对着你当时咱说 这个张宝义 跪不跪 给我代哥打电话 啊 给我代哥打电话 给我代哥道歉 说你服了 说你再不敢了 快点的 小屁仔子 你看他把夹带都没放在眼里 他能把这小放在眼里吗 小屁仔子 你敢 你敢打我 啊 你他妈不想好了 你他妈等着 啊 这小就去摸电话去 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他去摸电话去 说你等着 我擦你妈的 啊 哎 你他妈敢打电话 巴登 张宝义就坐在这个沙发上 不动他 有人说高超退一打去 高超 走火了 这批在外面来的时候 上堂了 哎 他这一紧 他就忘了 是你他妈敢打电话 你这 一抢啊 就打张宝义凶上 张宝义一五一五凶 你敢打我 高超瞅瞅 算他妈你倒霉 啊 你妈的 啊 大哥 超哥 好像死了 啊 死了 张宝义死了 坐拥几个亿资产 有个十亿八个亿资产 他跟哈尔滨的王文先生的死法 其实挺类似 王文先生也是 有几十个亿资产 为一千万他妈的啊 顾兄杀人 后来被你抓 这比是就就就就就 因为这几百万 他有几个亿资产的老铁 死了 这高超一瞅二十多岁 头一次杀人呢 也吓懵了 这 这 这他们怎么就死了 你这这这这 啊 大哥杀上个杀人 去你妈的 这这这这这这怪党啊 这不吗 巴巴巴的领着兄弟们 从这屋里就下去了 一出门碰见老黄了 老黄一瞅 哎 那个哥们那谁 啊 高超眼花 车车车车 由于外面夜场不 正常营业吗 丁弓的 没听着里面的动静 他们出门上车 开车就基本了 啊 高超一上车 啊 奔奔奔奔东北去 啊奔东北 就往东北去 因为他老家不东北 他往这个东北来的过程 就出城了 这姑娘 但是老铁 他走后 谁呀 黄经理推门一瞅 经理 老板 哎呦 是人了 啊 喂 哎哎哎哎 派出所吗 哎哎哎呀 你要点 对我我我 我这个那个那个 那啥那酒吧 对我们老板被打死了 啊 一会人打的 你赶紧来吧 哎 朝阳的管辖 朝阳的阿斯 马上就往那赶 啊 警察正常出警 到那块去寻调查 去 哎 那这边咱不说 这家带呀 跟马三他们刚回到表行 晚上这会几点 可能十点多钟 说晚上熟熟熟 咱喝点啊 结果老铁 咋的了 家带的电话就响 高超给车上 给路上 大哥 大哥 我高超 高超 怎么样 啊 这个帮我出的够气 没 大哥 气势出了 但是我呀 我他妈失手了 我把他打死了 家带也是一警了 怎么的 人 人给打死了 打死了 大哥 我那枪啊 压上膛了 我忘了 我打他一顿了 我说让他给你道个歉 打个电话 结果拿枪一点 我他枪响了 打他胸前打心脏 死了 你在哪里 大哥 我杀人了 你别害怕 你在哪里 我现在往东北去 大哥 你别往东北去 你这样啊 高超 你别慌 这个 你现在别往东北去 你老家东北 你往东北去 不情能挨抓你吗 大哥 那我上哪 你往山东去 啊 你放心 高超 你为我说的事 啊 不管啥事 大哥肯定给你摆平 大哥 我我我怕 你别怕 你往山东清早去 我现在给清早 被哥们打电话 啊 我告诉你 你到他那嘎的 我让我兄弟给你藏起来 你放心啊 百分之百没有事 你放心 等我摆平这面事 啊 然后慢慢再回北京 啊 不行 我回头领你上深圳啥也好 你别害怕 啊 大哥 我 你现在把电话就拔了 啊 把电话号码扔他 然后你寄出一个电话 啊 到时候你就跟这个电话打电话 他叫念磊 啊 山东的啊 一个好大哥 啊 你叫哥哥啊 我叫弟弟 啊 山东的念磊 听明白吗 啊 听明白了 你把你同伙的电话 有几个人 大哥 我现在身边一共就 就两台车 七八个人 我那些兄弟 我让他们走了 你这么呢 啊 这岂不个人啊 跟谁也别说 你们行动 把电话 手机卡全冷的 啊 别让谁定位了 然后你 你给这个叫念磊 打电话换个卡 我告诉你号 记住 啊 行行行 大哥我记住点 好 家带把电话 不料了 紧接着就给念磊 打了个电话 啊 山东的念磊啊 青岛的念磊 喂 那个 念磊啊 有这么个事啊 这个 对帮我帮我他妈的办事 出事啊 打死人了 啊 杀了个人呗 对 这么的 他上青岛啊 投奔你 你把他给我安顿好 呃 这个短时间之内啊 可能回不来北京啊 但是你放心啊 我把这个事办完之后 立马就接走他 不能给你添麻烦 说啥呢 带哥呀 客气呢 啊 上一次你不帮我把这事办了 我能给他们处了 你放心吧 来多少兄弟 来齐磊 一会儿啊 有个叫这个高超的 给你打电话 就把他藏起来 就完事了 你放心吧 带哥 废话不多说 高超那边 连上当时的念磊 念磊啊 就把这高超 藏在了青岛 社会人啊 就是遇见这种事 特别多 说这人干 干完事了啊 为什么当年家带在深圳 那么多兄弟 就是所有北京的人 人传人 改北京打仗了 惹事的伤害了 说跑路往哪跑啊 就像东北那些年纪 记得吧 哎呦我擦 你们惹事的 上南方了 上广州了 上哪了 那地方好藏人 因为人多呀 杂呀 尤其火车战附近 当年的就是家带 很多北京惹事的 都上深圳投奔家带 所以家带的兄弟 非常多 在深圳 这不吗 家带把他就安排到 当时的青岛 哎 灭磊 好说好吃 招待的 那咱就不用多说了 那这面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 咱们别把这事啊 都讲的就像葫芦花瓢 老实聊 其实摆事啊 分谁摆 家带摆杀人的事 还是挺难的 啊 这么跟你说啊 家带撂了电话 合起来合起去 说这个兄弟谁啊 兄弟是摆不了 大哥李小勇能摆 咱们昨天刚讲到 家带在外地办事 啊 出事了 给李小勇打电话 李小勇啥态度啊 根本就没管 所以家带不傻 喝起来喝去 家带讲话了 找杜成吧 不找别人的 就最干的吧 诚哥的态度 绝对是永远能管他自己的 家带没废话 电话就打给杜成的 啊 诚哥正在外面 那个十一点来钟吗 玩呀 一蹦啊 什么宝哥 诚哥 啊 包括当时这个远南的 唐立强的一大蹦 还有金利大落黑的 诚哥电话就响 哎 啊 哎呦 大哥 诚哥 你在北京 啊 我在北京呢 我蹦迪呢 在这个滚石给杨天 你来不 诚哥 我这有点事 你别蹦迪了 那个我去找你去 啊 咋的了 我兄弟有点事 你来吧 你这么得吧 上志哥家吧 啊 有啥事上志哥家商量 我现在往志哥家去 不玩了 啊 因为小城一听大 那个家带 说话挺严肃的啊 行 那我往他去 废话不多数啊 杜成讲 别玩了 宝哥 别玩了 别玩了 家带里面有点啥急事 咱都上志哥家一试去 不知道咋回事 小城他们很快就撤到了志哥家 就那四个院啊 志哥家都睡觉了 这杜成呼拉了一帮金屋了 干啥呀这事啊 几点了 志哥家带有点事啊 那个那个那个 讲话了 那个一家找我 我就没地方商量 站着来 志哥讲话 这一天一天 拿我这当大车店 废话不多数 家带跟着马三 左舍江林四个人 就赶到了志哥家 王屋一进嘛 家带这个啊 表情极其凝动 就进入 这一进屋 这个小城 瞅瞅家带 没头金属啊 咋的了 代哥呀 这又咋的了 代哥瞅瞅 诚哥 是这么回事 啊 我跟我一哥们吧 合伙 他们呢 开了个酒吧 我站点干顾 这老板立意欣欣 把我踢出来了 哎 这他妈不是人的 我去给他教育了 结果这个老板嘛 想他妈骗我 回去想他妈揍我 这不嘛 从保安那他得知 我就让一个新收的小老弟啊 哎 去出口气 结果这小老弟一去可倒好 是起初了 啊 失手了 把人给打死了 打死了 死人了 死人了 杜成心价化了 有人说的 那杜成说的摆呗 诚哥这时候啊 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了 杜成耳边就想起一句话 谁说的呢 吴正说的 说杜成啊 我真的给你换换环境了 你说杜成 你他妈三天五天 你打死一个 两天五头打死一个 哪个是因为你啊 不都是因为你身边那个朋友圈子吗 我啊 应该给你换换环境 你那身边的朋友圈子不行 啊 什么躺里墙的 有校园男的 就金里有大老黑 有什么散 那些人都啥人呢 跟你不是一个城市的人 你跟他们在一起早晚的出事 啊 这杜成一瞅 这真是事跟事都挨上 都脸上溜的 杜成就感觉说 身边的兄弟 这帮人朋友上 确实事太多了 啊 总总他妈杀人 你真真打伤了行啊 打个仗都不是事啊 总出事总出人名 而且一听对面是酒吧老板 资产商议啊 哎呀 这这这总总打死人呢 最近呢 不加带这个 打伤也行 这怎么非得整整死呢 城哥 失手了 这兄弟我必须去摆 啊 你看咋整吧 城哥 你帮我干嘛 哎呀 现在这不 张哥也不愿意帮我办点事 啊 郑哥也不愿意办 哎 郑哥他妈说好一次最后一次了 你包括孙童 孙童都不愿意帮我办 就这事 哎呀 你这么得办 啊 我给你办 肯定得给你办 不愿意办也得办呢 你说点财行不行 舍财呢 肯定行啊 那那那是花花钱呗 我给佟哥打电话 你现在吧 你就安排马三他们随即 回去求个一百多万的手表啊 不能白求一般事 没问题啊 那个三哥 那个你跟江林跑一趟 快点开车回去啊 求一款劳力士 要好的 这把马三跟江林去求手表去了 这边 加带给北京的表行 这边的杜成就把电话 拨给贼了 就拨给不是别人 啊 就拨给当时的这个孙童了 童哥啊 就接了电话 喂 哎 你好 谁呀 童哥 我啊 杜成 杜成 这孙童一接杜成的脑袋都疼 这电话 杜成啊 你这 有啥事这么晚打电话 没事 童哥 那啥 那个 我们都在吃个家吃饭的 啊 这个不就聊到你了吗 啊 加带啥都在这呢 你大晚上的没啥事的话 你就没睡觉过来喝点了 好事啊 你就来吧 喝酒 没别的事啊 没别的事 就喝点酒嘛 就来过来喝点啊 就就就就差你一人了 啊 没事 那那那那我过去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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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吧 废话不多说 就在孙童来之前 加带 兄弟马萨跟江灵 把这个手表也求来了 啊 带盒往那一放 这边啊 加带一看 小程一瞅一百多万的手表啊 一百六七十万 够用的 孙童乐喝的啊 来了 黑门人一进入 也没酒 也没菜 干嘛 拿着 赶那家坐着喝水呢 啊 小程一瞅 哎呀 童哥来了 啊 来了 啊 夹带在这呢 夹带走啊 童哥 啊 包包包 包给人呢 包给人瞅啊 童哥啊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不是喝酒呢吗 这这这这这没酒啊 这是啥意思啊 啊 都说讲话 没啥意思啊 夹带这不刚从深圳回来吗 啊 夹带给你带个礼物 我们都有啊 这这差你了 这来 夹带 夹带一瞅 哎 那个 啊 童哥 没啥带的 给你拿块手表 啊 来来来来 杜长讲话 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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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童讲话 不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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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表 手表先放一边 孙童又不傻逼啊 瞅着杜长 啥意思啊 一见面就送一百六七十万手表 有事啊 啊 孙童讲话 这手表一戴 手表走字就给你办事 是我懂啊 这个套路啊 你你干啥呀你 小诚 有事啊 那个 那个 那个童哥 不是 你是不是整那书啊 手表一戴就走字 就给你办事 哎呀 办啥事 办事 带上就完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这没事 我们都有 你带上就完了呗 就带上 带上 啊 这不挺好吗 这有点事啊 小事啊 别别别 我我我他妈不带了 这是这这这表啊 这这这我带不起 这表 你你给那个站哥 跟那个普正大哥 他们带去吧 我带不了啊 我我我我走了 杜长 哎 你别急着走啊你 杜长 孙头 干呀 当年你咋说的 我认识你那时候 你咋说的 你说北京城有啥事 不用找这个站哥了 有啥事找你就能摆平 对吧 是你说过的话吧 男子汉大丈夫 拖个拖个是个丁 这咋的 从你这逼出 孙头讲话呢 不是小诚 我没想帮你办事吧 不是翻小诚 大事小事帮你办多少啊 啊 你这他妈的杀了 就带手表就给我带上 我这得把我命留着 你这又咋的了 啊 而且这办事 是不是轮着办呢 啊 大伙轮着办呢 你不能总和我一人召唤呀 对不对 你有事就找我有事找我 而且你有事就杀人 啊 这回咋的又杀人了吧 我轮了 轮了 上回 前两天刚找完这个 啊 王元元哥办的 这不这回轮到你了吗 啊 下回再有事就找赞哥了 就你们咋个轮吗 是的 我轮了 刚找完元哥前两天 五天前吗 改的个青岛 找的元哥吗 这不这回是你吗 下一回才是赞哥的吗 你那意思我今天出去我以后 咱哥们就没法见面呢 呗 走上讲话那你自己行事呗 你妈活爹呀 轮得挺快呀 我好像没几天呢 又轮一回回头了 啥事说 快了 这都不快 这都有半个多月了 咋的了 加带假话了 同哥 我一个兄弟 帮我出口气 啊 因为这个酒吧 哎 他就把这事讲了 咱就不再磨叽再讲一遍了啊 说这老板听他妈不讲的 我这兄弟一去出手 就把人给打死了 啊 失误了 走火了 哎 又死了 村同心讲话 照这么下去 我给他们办这个事 将来我爸都容易谈事啊 那都得为自己家考虑 都上讲话 这点事 你看咋整吧 咋整 鼠地是朝阳 楚吉红那边 我倒能打招 啊 这个 尽量压呗 但对面是个酒吧老板 那资产肯定都不少 你能不能干呢 啊 就算他能干 你这都属于杀人 都属于公诉案件 你咱们得 叫几个顶包的呀 叫个顶包的兄弟啥的呀 顶包 叫几个 叫一个煮饭 叫四五个协同犯吧 啊 煮饭得判 还得判 判多少年呢 不好说 十年拉底吧 判十年 不是啊 你喊啥杀人呐 判十来年 待个五六年六七年的 啊 家带就混混这会 这点事还摆不平吗 找几个兄 找几个兄弟顶罪 有一个判个十来年 待个三五年 五七八年的行不行 家带一瞅 花钱呗 啊 找外围兄弟应该有干的 九九年老铁 不是瞧不起贼 给你五万一年 六年三十万 你干不干 我相信有老多人干 你上日本干 劳务去九五年 呃 挣五六六年 是不是也就拿几十万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还得干活呢 这道理面讲话 人家特殊给你一招的 就不用多 一年五万块钱有人干 一年十万的排队干 是不是实话 哎 有干的啊 就肯定有的事 给有多钱我都不能干 但绝对有干的 哎 说那行 那就整吧 电话就打给楚吉红了 这楚吉红啊 哎 哎 童哥 因为楚吉红有今天 都是孙童谭家给扶持的啊 童哥 哎 有事了 那个 家带知道吧 啊 家带我知道 啊 杜城的好哥们 出点事 他手下凶的 把一个酒吧老板给打死了 哎呀 这个案子 我们分局已经报给我了 你往市局报没 现在还没报呢 你先别报了 不是 童哥 这不报市局这个命案 必须得报马真串的 你这么点 市局那边 我跟那个主管 那贼的梁副局说 嗯 别懂跟马真串说了 跟马真串说 马真串都迷糊 啊 这事轮班 得轮到梁副局了 回头我跟梁副局长 主管行政的打个招 我听说对面这个身份不一般呢 是个酒吧的老板呢 资产而且不小啊 人家属能不能追究这事啊 他们要追究的话 咱不好办 官不举民不举 他们不追究可能还好半点 你放心吧 明天我就让家带啊 派兄弟去 自首去啊 然后呢 包括行凶者 这个枪啥都给你递上去 啊 都能让你对上啊 至于你咋血呢 你就这么血 哎 说个人恩怨 老板老板跟这个啊 这个打人的小的媳妇搞破鞋 啊 他给抓了 给打死了 不至于判死刑吧 啊 然后那个家属那边我们研究 哎 那行行行 那怎么办 老铁啊 其实就很简单 第二天认罪的就去了 说我杀的人因为啥 那个因为这个他跟我媳妇搞破鞋 啊 人家讲话都明白咋过事啊 你一人拿枪 我跟我几个哥们 我打枪打的 我哥们都不知道咋过事 把别人宰出来 有个顶罪的 花个几十万啊 咱不多说了 但是这个家属这面啊 人毕竟人家那么大财大七处 能不能干呢 这不来到第二天了 啊 小城家带他妈聚在一起 家带把谁找来来 就把这二林找来 因为林哥 跟这个张宝一认识 张宝一的媳妇 那跟林哥那都是认识的啊 说林哥 这个张宝一呢 最不该死 但是他妈的意外算的倒霉 关于这个张宝一家属的问题啊 你看看 你能不能跟他压匿压匿 啊 跟他商量商量 看看这个 他同意的话 咱会拿点补偿 啊 花个几百万 三百万二百万的 啊 官方那边咱摆平 是不是 而且人呢 有多认罪 而林哥一听 那我打电话试试吧 因为这个张宝一他媳妇啊 姓赵叫赵平 是这个林哥也认识很多年了 这两口子啊 林哥电话就打过去了 当时都成他那面打了呢 说那个 谁啊 赵平啊 啊 谁啊 我 那个二零你零哥 零哥 啥事啊 赵平啊 啊 你老头的死呢 我表示遗憾啊 你老头可是我朋友 你听我说啊 大森老头的人吧 事实上我也认识 是我另一个朋友的一个小老弟 失手了 你看我先跟你研一研究 这个是咱见面谈谈呢 啊 然后咱给你点补偿 咱把这事咱解决一下子啊 是不是 犯罪分子呢 是自首了 但是这边呢 咱也需要你谅解 咱能轻慢点啊 啊 也没必要整死他呀 整死他没有用啊 是不是 我他妈哪有时间管这个事啊 啊 我跟你这么说 张宝一啊 他妈这张宝一该牵刀的 他死了 你等着吧 骨灰等他妈练出来 我直接给他扬厕所去 哎 不是 怎么的了弟妹 咋的了 他这头脚刚死 外面他们来的四五个小媳妇 啊 领着他们四五个私生子 还有姑娘啥的 儿子在外面 他妈找我分家产的 啊 打官司的要告我啊 啊 妈的 这这这小他妈不死 我都不知道 他我要知道他 我都整死他 妈的 啊 找我私了呢 那这不给几个钱 三百万二百万的 我这边他妈的 这资产家里面 七个亿八个亿的 让他们分走 你娘就跟这个小媳妇打官司 你没息子大来大 啊 家带讲话有这事 这不吗 刚才还说呢 说 说让我给找点社会人 能不能让我帮他 把那几个小媳妇干死你 这他妈买凶杀人 我能干这事吗 这这这 我擦 那这好啊 这好事 啊 这他妈不用 不用摆了 那老铁 有人说就这么简单 一百万二百万 改好几 齐八个亿的面前 算个啥呀 这娘们哪有 西子馆这比身人 啊 讲话这个爱千刀的 找他们这么多 小媳妇私生子 这边跟着媳妇 跟那个小媳妇干账 那边跟老公 老婆婆干账 那你人家 刘宝一他妈 他爸都活着 那张宝一他妈 他爸 那不都得 那个啊 分家产吗 啊 打官司 那给他 金刚都干起来了 干老热闹了 家带还纳闷 你都过去了半个月 家带合计 说别找后帐 这逼完 后来再打听林哥 说林哥呀 那个 说这个事 这个 这老娘们 别过后 合计合计 再找咱们 找啥呀 找啊 都他妈 打了一起 那打官司 都打几年 这官司 我跟你说 没时间 打了咱们 这事拉倒了 没事了 这也是老铁 自首那小 判十六年 去刑杀人 自首情节 最后就在里面 待了六年 家带给他拿了 人家按家费 直接就给拿了三十万 一年合五万块钱 这是有价 那老铁啊 三年之后 我跟你说 就这个谁呀 高潮啊 在深圳 事实上就是 完事 家带领子上深圳了 深圳混了三年 高潮混的老大了 四七七 开奢侈品行 什么表行啥的 而且这个 挣的老多了 有多少钱 咱不说 家带有一次资金锻炼 家带遇着困难的 高潮一次性 给拿了五百万 说代哥 这钱你拿着 这个再用那话 你知识 我好 我好